农历8月15日是中秋节,也是一个团圆的日子,家家户户在这天都备制韭菜,购买月饼,过一个快乐的节日,因此街头顿区热闹,商店生意兴隆,平添了不少的生气。 有些家庭为了供奉月亮,也特备贡品,烧香叩拜,以求年年太平,保持了中国传统的习俗。 饭后大家分食月饼,个个都兴高采烈,家人团聚极尽天伦之乐。 兴志勃勃的青年男女,在这中秋佳节,也邀请了他们的朋友,三五成群的到碧潭游玩。 有的还悠游水中,也有一番情趣。 联勤总部,为了使外宾也同样的能享受着中国的节日,特在台北宾馆演出唐明皇游乐宫招待他们。 外宾们除了对优美的武姿最佳赞赏外,同时对中国这个节日也大感兴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